哈喽大家好,我是圣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让你的文件夹变得独一无二 真的,我在发现到这个诀窍的时候 相当的震惊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容易 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所以我今天就做了这个视频来分享给你 希望大家来玩一下 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圣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 MacBook和Males的使用小解枪 如果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圣浩TV 那我们开始吧 这边我们会使用一个新的标准 这个叫Short Off 然后点击这个标准 然后按get info 然后点击左上角的这个 icon 你可以选择按command c 或者是在这个edit这边 按copy 然后我们现在在按command space preview 在左上角 我们再按发 再按 new for clipboard 这个呢 就是刚刚我们copy了的 folder的图片 的icon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打开 这个 mark out toolbar 然后我们再点击 adjust color 现在你就可以更改你所想要的颜色了 现在你就可以更改你所想要的颜色了 或者是你可以在上面写字 设计好后 你就按command a 然后再按command c 然后再点击回刚刚这个folder 然后按command v 我们这个fighter的icon就更改了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要放你的图片在上面的话 你可以这样做 首先先找一个图片 这里我会觉得最好是它的背景是透明的 然后你按command a 再按command c 然后再到这个图片这边按command v 然后再调 设计好后 只要按command a 然后按command c 再到这个图片这边按command v 新的图片就出来了 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关掉就行了 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在这个folder里面你会发现到它有一个 icon问号的文件 记得这个千万不要删除 因为删除过后 你的文件就会变回原本的样子 不过也不用担心 因为一般上它是隐形的 除了像我之前有开过这个 Open for Hidden Far的这个setting过后才会这样 是不是觉得这个技巧很好玩呢? 欢迎你截图了分享到我的社交媒体上面 像是Facebook或者是微博 让我们一起来开心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什么想要推荐我的小技巧或者是APP 不只是你在使用MAT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 非常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SENHAU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